文雅利在嫁进丹麦王室的第四年 就生下长子尼古拉王子 尼古拉王子是丹麦女王的长孙 一出生就引起民众的关注 得益于母亲的混血优势 他打小就长得精致又可爱 那时候只要尼古拉王子出席王室活动 记者的焦点就会聚集在他身上 而尼古拉王子也很给力 他不仅是个小暖男 长得也异常帅气 不到18岁的时候 尼古拉王子的身高就超过了1米8 不仅如此 尼古拉王子的五官也无可挑剔 深邃的眼眸 清晰的下额线 尼古拉王子完美地就像《言情小说》里的男主角 所以等到尼古拉王子一成年 身为丹麦王室最帅王子的他 立马就成为了丹麦女性最想嫁的男人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18岁这一年 尼古拉王子居然要放弃自己的王子身份 净身出户当模特 到底是尼古拉王子想不开 还是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尼古拉王子的母亲 文雅利一度被称为丹麦的戴安娜 1994年身为GT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副行政总裁的文雅利 认识了前来实习的阿西姆王子 阿西姆王子是丹麦女王的二儿子 身上没有继承王位的压力 所以跟王楚哥哥相比 阿西姆王子一向随性又开朗 而在传播公司实习的时候 他一眼就被文雅利迷住了 文雅利个子不高 五官也算不上绝美 而且他还比阿西姆王子大五岁 可是他的清明干练 端庄优雅 都让阿西姆王子为之疯狂 作为女强人的小谜弟 那时候的阿西姆王子 整日围着文雅利打转 时间一长 文雅利也被对方的执着所打动 1995年11月 文雅利成了丹麦王室的 第一个亚裔王妃 结婚大典上 女王对他说 从此你就是丹麦的一份子 而让女王意外的是 文雅利居然用一口流利的丹麦语 回复了他 看着这样一个精明又懂礼书的儿媳妇 女王很满意 婚后在文雅利的带动下 往返于夜店酒吧的阿西姆王子 也开始变得上进起来 到了婚后第四年 文雅利生下长子 尼古拉王子 而后不到三年 他又生下了二子 菲利克斯王子 不同于一般的王室贵妇 文雅利始终有自己的事业 他一边打理着自己名下的产业 一边还会做慈善 履行属于王妃的分内义务 那时候 文雅利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比丈夫还好 不知道是因为王妃太完美 还是阿西姆王子旧病复发 就在文雅利频频外出工作的时候 阿西姆王子背叛了感情 他被记者拍到 在夜店搂着年轻女郎狂欢 不同于戴安娜的隐忍和报复性背叛 文雅利的做法直爽又解气 他向阿西姆王子提出离婚 而且还以对方背叛为由 拿走了巨额分手费 当时阿西姆王子甚至得靠变卖住宅 才能支付得起这笔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文雅利改嫁 他和第二任丈夫居住的豪华别墅 就是用阿西姆王子出的钱所买 这样的离婚官子 是不是比埋怨私扯 更让人大快人心 最初他是怎样毅然决然追随王子来到这里的 离婚后也是怎样毫不犹豫离去的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王室事务和慈善事业当中 很快便再次收获爱情 一位比他小15岁的摄影师走进了他的生活 马丁·约根森 约根森先前在为文雅利一家拍摄生活照时 与他结识 文雅利离婚后 常随行记录其活动的约根森 与他很快就撞出了火花 约根森算是个暖男 对文雅利体贴入微 不久两人大方公开了情侣关系 2007年元旦期间 约根森向文雅利正式求婚 他选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场合 单膝跪地 双手奉上硕大的钻戒说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公主 文雅利感动得热泪盈眶 15岁的年龄差 第二段婚姻 不顾世俗的非议与亲朋好友的劝阻 他抛掉皇室待遇义无反顾地 投入约根森的怀抱 不少网友戏称 这是文雅利娶了位小奶狗 两人的婚礼很私人 没有在线当年的辉煌 他们只邀请了双方的直系亲友和少数朋友参加 拒绝任何媒体现场记录 据说文雅利前夫还特地到场祝贺 婚后他们一家人经常外出度假 参加活动 看上去非常恩爱 约根森对文雅利的两个儿子也照顾得十分周到 经常送他们上学 与其说是这段婚姻备受瞩目 不如说所有丹麦人民都为文雅利能再次找到幸福 而倍感欣慰 可就在2015年 文雅利突然向约根森提出了离婚 他说 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在一起已经不说话了 我认为这不是我追求的人生和爱情 我宁愿单身 第二次离婚后 他依然没有安稳享受往事补贴 轻装上阵的他选择独自向前走 2015年 他先到美国凯利商学院学习 随后到一家制药公司 成为了董事会成员 兜兜转转20年后 他又活成了遇见王子前的女强人状态 在忙于事业的同时 他也没有缺席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时刻 从一国王妃到摄影师妻子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褪去光环 他用独立和自信诠释着精彩人生 结婚也好 离婚也罢 人生的这艘船 他把舵牢牢握在自己手上 不过父母亲离婚 孩子们多多少少会受影响 尼古拉王子自然也不例外 王室的一些宗亲无法指责温雅丽 就把压力给到了尼古拉王子这边 所以他从小就比别的孩子要敏感一些 而且父亲跟温雅丽离婚后 又娶了个门当户对的贵族千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尼古拉王子必须当个孝顺儿子 担任起照顾弟弟的职责 上学期间他一直名列前茅 是往事标杆 顶着一张像极了林家哥哥的帅脸 尼古拉王子一向很受好评 毕竟和父母亲离婚就开始放纵的 哈利王子不一样 尼古拉王子按部就班的学习 接受王室的各种安排 也正是因为这样 因为阿希姆王子被群朝的王室 才挽回了一些颜面 只不过看多了这样的场面 尼古拉王子对自己的身份 倒不是很看重 在他看来 王子的身份更像一种束缚 况且表面光鲜亮丽的丹麦王室 也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 2017年的时候 官方出过一组数据 报告中指出 王室每年的总支出 大概有860万 这其中用于女王一家的只有10% 换句话说 跟英王室的奢侈比起来 丹麦王室甚至有些贫穷 毕竟王储一家开销肯定大 分到阿希姆王子 尼古拉王子和弟弟身上的工资 就稍嫌紧张 更别说后来阿希姆王子二婚 他和妻子的两个孩子也靠王室供养 零零碎碎算下来 尼古拉王子还不如富家子弟过得潇洒 于是18岁时 尼古拉王子宣布放弃自己的王子身份 净身出户当模特 时尚圈的各种大帝女王不在少数 可真正有王室血脉的模特却屈指可数 靠着这份优势 尼古拉在模特界风生水起 当然 他的成功也不只是靠血统优势 成年后的尼古拉身高超过一米九 刀削般的俊美脸庞 忧郁又霸气的T台风格 都让他饱受各大奢侈品牌的追捧 再说 尼古拉的好形象也不只有外形 虽然不再是王子 可尼古拉还是个好哥哥 跟妹妹照相时 他会小心地用胳膊挽住调皮的妹妹 就算是上楼梯 他也会一边跟记者招手 一边呵护着妹妹 这么一个养活自己 又周到的暖男哥哥 谁不喜欢 而且跟花心的父亲比起来 尼古拉还格外痴情 正式出道第二年 尼古拉就对外公布了自己的恋情 对方是他的同学 也是丹麦最大银行总裁的女儿 王氏子弟配财阀千金 这不就是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情节吗 只不过 本尼虽然和尼古拉是同学 可身材风盈的他 却看着很老像 街拍照片一公布 有人嘲笑尼古拉母子恋 对于外界的嘲笑 尼古拉没有多费口舌 反倒用自己的体贴 证明了他和本尼的感情 比起花言巧语的辩驳 这样的守候才更显真心 现如今 尼古拉已经23岁了 比起以前的盛世美颜 他的容貌或许有些下降 可是 还在他身边的 依旧是班尼 父母离异 尼古拉没有走歪路 有王子的身份 可他却很痴情 对比起其他的王氏子弟 这样的尼古拉 可不就是一股清流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